火焰熱鍋後 主廚秀這道百年歷史潮州菜 油炸大海蝦 你看這樣絲菜金黃 裡頭蝦肉卻保留鮮嫩 再配上橄欖菜 魚露 增添鮮味口感 下個月就是母親節 五星飯店圓山 趁這時推一系列的經典潮州菜 眼前一大桌都經過主廚設計 他說這些是他小時候的老味道 覺得台灣人鐵丁會愛 我們煎那個皮 蛋皮 那個蛋皮我們裡面是有加了一點點鮮奶 跟那個蛋清 所以煎的 然後煎那個皮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煎的火候 跟那個它不能煎的時候有泡泡 有泡泡的話 一包那個石油球 它就會破掉 費工料理要吃得先預定 或者用老母雞火腿熄火 慢燉八小時的燉翅 是主廚融合自己爸爸香港餐廳的老味道 看著母親節周末 大家會出門吃飯慶祝 除了圓山飯店 這兒的金龍聖地嘲舟菜 新餐廳推出 還有新菜色 菊月酒店漂亮廣市餐廳回歸 推寵愛媽媽的珍珠燕套餐 鹿筋花雕雞湯 鮑魚汁撈飯 鮑魚砂鍋海參 到到吃了補膠原蛋白的料理 要吸引媽咪們嘗鮮 一整隻烤鴨片皮鴨 也是很多人近幾年熱愛 天成飯店餐廳翠婷 鎖定母親節定位 推三吃兌換券 原價2600變1800 或其他餐廳也有餐券6000放大數 預估整個業績定位潮 都會再增加兩成 萬豪鐵板燒也推母親節限定套餐 以海膽魚子醬鮑魚龍蝦泡飯入菜 還能搭上A5和牛 業者們統計 好多的餐廳定位都已經達6成 Buffet甚至已經8成近滿 今年要有好餐廳慶祝 手腳要快 訂閱新聞陳建民 Ray台北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